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我是邱世民 带您掌握新闻重点 新北市长朱立伦出席乌赖蓝胜大桥改建冻土典礼 希望新的蓝胜桥除了强化防洪功能 保障通行安全 也能够成为乌来老街的新地标 新北市图书馆启用一证通用服务 谁要持有图书证就能够两边借书 虽然还不能假借以还 不过已经让民众享受到更便利的图书资源 新北市盛克区土库里成立舞蹈班 透过健康操让长辈们越动越健康 在地企业还捐赠体势能运动系统给主顾理 让长辈们乐在运动 新北市乌来阑胜大桥有将近50年的历史 过去因为遭逢到两次台风的袭击 桥梁严重受损 经过中央和地方争取改建 新北市长朱立伦特别的出席改建冻土典礼 希望未来新的阑胜桥除了能够强化防洪功能 保障民众通行安全也能够成为污染老街的新地标 带动地方观光 开地平安 新建顺利 手持精产 新北市长朱立伦亲自主持污染阑胜大桥改建冻土典礼 民国59年完工的阑胜大桥 在104年历经两次台风侵袭 南市溪暴涨 水位易过桥面 阻断人车通行也造成桥梁结构受损 当时行政院长林全视察后指示改建 未来新式的阑胜桥少了落墩 强化防洪耐震功能 那新桥的中间呢 因为这是观光的一个重点的区域 我们新桥的中间也会做一个玻璃的一个景观 那个跳景的一个平台 考量水路和当地居民的通行方便 新北市公务局规划拆除公测 经过隧道 设计上坡引道 跨越南市溪后再从水位观测站连接到温泉街 桥梁高度抬高3米 宽度也从原本的4公尺 拓宽为7公尺 桥面除了原住民特色的编织造型 还搭配光雕和观景平台 预计明年底就可完工 我们今天要建设一个具有交通又有观光 而且还可以防洪的一座大桥 我相信完成之后 绝对可以再次的带动 推动我们乌来地区的观光 融合地景的新式染色大桥 希望能够成为乌来老街的新地标 带动地方观光 而在改建期间也会维持旧桥通行 等到工程结束才会进行拆除 减少居民和游客的不便 凯博大台北苏维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道 为了落实双北生活圈 两市的图书馆宣布启用一阵通用的服务 只要是有图书证 就能够两边借书 不过虽然还不能够假借以还 双方已经在研议 预计在半年内就可以扩大来合作 让民众享受更便利的图书资源 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 和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共同召开记者会 宣布双北的市立图书馆 将启动一阵通用服务 只要持有借书证 就能互相借阅两市的书籍 透过说一卡来借书 当然是可以产生相当大的变路 避免说所谓的那个周车劳顿 或者说我想看新北的 或者说我要借台北的书 那我要去当地来借 那就不用了 跟台北市的这一个合作 那大概可以提供我们新北 大概有将近差不多150间的这一个管设 那有1500万册的这一个书籍 能够来共享 虽然可以以正通用 但因为两边系统还没完全整合 在台北市借就不能在新北市还 如果透过超商借还书 还得另外多付手续费 对民众来说还是有些许的不便 要能够跨市通借通还的话 就是说台北市借或新北市还 因为牵扯到两市的这个 图书管理系统 那目前是各自是独立的系统 所以要把它立刻做到会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先把它摆在第二阶段 来共同变一下 台北市立图书馆表示 这项一阵通用的计划 预计将先实施半年 等到资料搜集完成 分析使用人数 借约量等数据后 会再评估假借已还的可行性 让民众享受更便利的图书资源 凯博大台北输卫新闻 牛祥廷采访报道 近年来生态保育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 台北市公务局公园处为了宣导这项理念 将在士林官邸打造第四座的 萤火虫生态富裕基地 未来民众到官邸内赏花 还有机会一堵灰金沟的美丽身影 台北市公务局公园处长黄丽远 为参与萤火虫野范活动的学生 讲解正确的操作步骤 也为萤火虫祈福 希望透过生态保育理念 打造的第四座富裕萤火虫公园 能成为台北市的另一个亮点 其实从每年的4月一直到10月 都可以陆陆续续看到有成虫出现 只是在春天特别是4月份的时候 数量会比较多 早期农村社会的台湾 萤火虫随处可见 但随着工业开放与转型为商业城市 萤火虫骑行地越来越少 为了让居住在都市的小朋友 也能了解萤火虫的骑行方式 公园处已陆续在台北市打造三处富裕地 如今士林官邸也成为第四座 未来到官邸赏花的民众 还有机会欣赏灰金沟的身影 藉由我们的野放活动 让我们台北市的一些公园的生态化 能够净化我们的空气 净化我们的环境 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从小 开始学习爱护这个环境 士林官邸因为长期栽种各式花卉 吸引许多鸟类到此栖息 园内的湿地园区 也因为未受到污染 公园处特别邀请保育专家 打造萤火虫生态基地 除了让民众赏营 也不忘推广环境保育的重要性 凯报大台北数据新闻郭正明 查看 台北市区寸土寸金 很多邻里连一块小型的绿地都没有 前大安分局东化南路派出所 因为建物老旧搬迁后 当地的里长跟议员 积极争取变更为公园 经过16年的努力终于完工 全新的多人公园 除了有各式的邮据 还特别把旧时代的派出所标志 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 凸显传承的意义 第一 请接台 好漂亮喔 台北市副市长林清荣 大安区仁爱里长郑秀郎 以及多位立委议员共同拉下布幕 宣告敦仁公园正式启用 这片占地1757平方公尺的空间 未来就是当地居民的城市小绿洲 休闲啦 孩子要玩啦 乘凉啦 种种都很好 我们平常去公园都要去比较远的地方 就是还要搭个车 可是他现在只要走下来走路就可以到 那小朋友也玩得很开心这样 我们仁爱里的这个 淡环中的淡环 既然有一个 升级到十几年的一个公园 我也代表 我们仁爱里的这些的 乡亲父老 跟我们台北市政府说个谢谢 一看到荡秋千 小朋友立刻坐上去体验 一旁的沙地 但是让小朋友开心不已 前身是大安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的 敦人公园 经过里长跟议员长达十六年的争取 如今终于完工启用 特别的是 公园还保留了警察元素 将旧时代的派出所 标志灯号原封不动的保存 凸显传承意义 这个邮局是跟别人家不太一样 另外您看得到 我们警察派出所的徽章 还是留在这儿 那也代表我们大安分局 我们敦南派出所 持续会 他的精神还在这儿 一直照顾着我们 既安全又更舒适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案子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公民团体 一起来讨论 那我们这邮局要怎么来做 那这公园有历史 有文化 那也有一些那个修器 也有一些游乐 或免长者 他活动的一个场域 市府公园处以环境与基地保水 为设计原则 除了采用透水扑面 还设计出雨水除流槽 能够储存为公园植栽的浇灌用水 地方上也期盼这座 从派出所变身而来的小公园 能够带给当地居民不一样的感受 台北市的新闻 曹灯华采访报道 为了提升造户品质 新北市卫生局 针对辖内90家的护理机构 进行督导考核 针对护证作业 造户品质和火灾应变等项目 加以评比 一共选出了18家优等的护理机构 针对有待改善的业者也给予辅导建议 从新北市卫生局长林七宏 手上接过奖状 18家护理机构代表开新合照 市府在去年针对辖内90家护理机构 进行造户品质 火灾预防和紧急应变等项目督导考核 选出优等机构表扬 带改善的业者也建议辅导 对于优良的单位 我们除了表扬之外 当然也希望把它的操作模式 能够让我们的相关的伙伴 大家都有相互学习的机会 伙伴优等的护理机构 包含淡水马街护理之家 更新护理之家 和新北市联一护理之家等18家机构 分别在护证作业 和照护品质项目指标都获得满分 获奖业者特别受邀分享经验 其中是病如亲及同理心 几乎都是能脱颖而出的关键 希望护理家就是长辈的家 那也是以爱跟用心的一个陪伴 让他能够在住在我们的机构 是很安心的 那家属也很放心 不管是一般护理之家 厂后护理之家或居家护理 都扮演着重要的照顾角色 如何能发挥机构功能 减轻家属的负担 成为每个护理机构 必须要努力的目标 市府也希望借由每年的评比 提升照护品质 台北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车邦报导 我要回来告诉您 剩下不到三个礼拜就要过年了 为了让社区的独居长辈 和弱势家庭过好年 台北市大安区光明里长张慧全 从12年前就开始举办的 跳蚤市场义卖 鼓励民众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捐出来 再转送给弱势朋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哎呀 别再烧 别再烦 炒鱼又没闪开了啦 那是心中的好意 求你跟保備啊 小金外保備 我敢是很爱钱 是吗 金串钱可以作公益 新名电动也更高兴 PM2.5这么高 要不跟保備 我就要先去担担 喔 你也知道PM2.5喔 我新名呢 什么我不知道 不是 拜拜 如果心心就不用帮跑到小金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输尔新闻 国际福人社定期关怀弱势 为了媒合社会散心资源 不仅成立了台湾福人公益网 和行动装置APP 让物资可以及时发送 去年还和新北市食物银行合作 照顾弱势家庭 庆祝双方结盟满一周年 市府特别颁发感谢状 也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爱心企业 一起加入公益的行列 有很多 带着民生物资来到安养机构 国际福人社友发起关怀弱势 从103年开始成立台湾福人公益网 媒合爱心资源和社会需求 短短三年多的时间网站点阅率都达到150万人 捐赠物资突破3000万元 去年跟和新北市食物银行合作 共同照顾弱势家庭 用科技 用人物的关怀 把我们的爱心配置在一起 让我们好好的做公益 这个网站让这个需求跟公企的平台 更加的容易 更加的顺畅 这是我们福人公益网存在的价值 善用科技让爱心无远佛界 福人公益网还研发行动装置APP 让爱及时发送 目前公益网上注册的社福团体 就有450几家 今年国际福人社发起公益天使团联盟 号召更多爱心企业 一起加入捐赠的行列 最主要是要号召更多的善心人士 那结合大家的力量 就好像我们 就是好像营火虫积极在一起 我们发挥更大的光芒 来照耀每个角落 透过这样子企业 社团 有爱心的人的天使们的结合 我们可以做更好的事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享和 庆祝福人公益网与新北市食物银行结盟满周年 市府特别颁发感谢状 感谢福人社有的爱心公益 更期盼未来能有更多的民间企业一起响应 关怀社会弱势 台北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盛明採访报导 顺末年中各地都有爱心送暖的活动 由创世和华山基金会等社福团体发起的韩式伟牙宴 目前募款只有六成 主办单位号召民众踊跃捐款 而创世新店院也邀请了新北市议员陈怡君一起响应 除了帮植物人做附件 还和家属围如吃年菜 提前感受过年气氛 帮植物人拉拉筋戴上固定器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在物理治疗师指导下 协助创世新店院的病友做附件 长期卧床的植物人因为脑部受损 四肢容易卷曲 每天例行的附件运动相对重要 藉由外界刺激也能影响感官 即便无法用言语表达 透过眼神反应 治疗师就能感受到病友的进步 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创世基金会有这样的一个单位在 他们可以把家人放在这里 然后他们好好的工作 然后好好的生活 我的压力比较轻松 不要那么重 不然在家里我都自己顾 关心植物人照护工作 院方还特别在过年前 邀请陈怡君和病友家属 一起围如吃年菜 准备象征团圆的火锅 和好彩头的萝卜糕 让家属提前感受过年气氛 而今年创世也和华山等社福团体合作 2月4号在总统府前广场 举办韩式伟牙宴 关心独居长辈 借优等社会弱势 主要是希望能够在寒冬 让这些弱势的朋友 都能够感受到社会暖暖的爱心 那有一天有机会能够重新的 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 然后好好的生活下去 韩式爱心伟牙 目前募款只有六成 创世基金会号召民众热心响应 希望能踴跃捐款 让弱势朋友在睡末寒冬之际 也能有一餐温饱感受社会温暖 开播到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参谎报导 台北市士林区有一间 专卖意大利面的餐厅 连续多年在睡末之际 邀请独居长辈和弱势家庭 免费到店内用餐 还发送民生物资 希望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社会温暖 大火快炒意大利面 以各种配料在锅中不断翻转 厨师们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各式料理 因为看不到中午用餐时间 店内就已经坐无虚席 店门口还有长长的排队人容 准备爆餐一顿 好吃好吃 你来自第几年 今年来第二年 来到面屋里品尝美味意大利面餐点的 气色都是年长者 面屋老板谢先生 今天虽然开店做生意 但是统统不收钱 招待士林北投的独居长辈 和弱势家庭免费用餐 温暖他们的胃 我们谢老板却提供了这么好的美食 让大家共同来享用 这是我们在这里要跟谢老板 再一次的感谢 那当然我们也呼吁 所有的好朋友 到了睡末 我们更需要有一份暖冬送到每个人的身上 四个里120位 120位一些长辈来店里用餐 对 那这个活动我们持续了 今年是第四年 连续举办多年的寒冬送暖落实活动 主办的面屋老板谢先生 透过市议员陈建民与多位里长协助 每年都会邀请上百位年长者到店内用餐 还送上民生物资希望能达到抛砖预域的效果 号召社会大众共同奉献 新北市政府配合长照在各区成立了银法俱乐部和共餐据点 而在深坑区的土库里还成立了舞蹈班 透过健康操让长辈们越动越健康 在地企业金人宝集团还特别捐赠了最近研发的体势能运动系统给土库里 希望借由互动的装置让里内的长辈可以边运动边欣赏外国美景 增加运动的乐趣 长辈们看着电视萤幕一边散步一边欣赏日本樱花美景 过程中还会出现捞金币抓气球的小游戏 增加运动的趣味性 这套有人保电脑研发的体势能运动系统 结合时下流行的AR装置 随着场景变化带着长辈们环游世界 还能达到运动效果 我们行驾驾驾驾驻 这边是一个电脑 Billy 去日本 mü 去美国 mü 你都要出国就可以看到那种风景 Ka var 让你图了 你要怎么搞的 搞什么 搞得 Temple 每天 过得这么久 這其實是很重要的事情 科技公司投入開發 樂靈智慧照護產品 特別捐贈互動裝置 給深坑區土庫裡 提高長輩們的外出意願 也減少運動傷害風險 配合新北市政府推動了動健康 里長高太郎除了舉辦社區共餐 還邀請舞蹈老師 幫長輩們設計創意健康操 經常代表深坑四處表演 感謝許曉音慈善基金會 以及入面電腦科技公司 我們在地面互動平台機械 對我們的醫療 我們透過預防去延緩 我們中國家的私能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這裡有一個 一塊體制人的課程 它是需要這種設備來這裡運動一下 那有一個設備 以後大家集團會鼓勵得高興 社區經常舉辦活動 鼓勵長者走出家門 現在又有企業熱心贊助 讓長輩們可以隨著科技進步 越活越健康 凱坡大台北數位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 要讓社區的獨居長輩 和弱勢家庭過好年 台北市大安區光明里長張慧全 從12年前開始舉辦跳蚤市場意賣 鼓勵民眾把自己不需要的東西捐出來 再轉送給弱勢朋友 什麼一件衣服只要20元 雜貨10元5元隨便賣 這一雙看來有九成新的時尚鞋款 原本要價上千元 竟然只賣50塊錢 民眾試完size馬上成交 今天在這裡 想要挖寶的朋友絡意不絕 如果來得早 甚至還可以幸運的搶到300元名牌包 我們每一年大家都很嗨 就是來這邊共襄盛舉來參加這個聚會 大家都非常的喜歡 像那個LV包包啦 比較好質料的包包 我們也都給它賣掉了 大概就是300 400這樣子賣 你們不用的玩具 你們不用的茶杯 還有裡面贊助全新的衣服 還有全新的杯子 哇 這個真的很感動 真的是很不容易 讓裡面敦親慕靈 包括穿的用的 甚至還有五星級飯店點心 半買半送 搶到的民眾都大呼 真是賺到了 如果逛內了 還可以吃吃里長招待的油飯 米粉跟熱食 好好補充體力 另外現場也有書法將為民眾 量身揮豪春聯 喜氣洋洋迎接新年 特別要感謝南門市長 王會長贊助了我10箱高麗菜 我真的是沒有想到 第一個賣完 平常買不到的東西 都這時候拿來贊助我們義賣 他的東西 還有孫媽媽的南瓜麵包 哇 真的又好吃又很暢銷 再次謝謝他們 來好幾次啦 每年都有啊 飯都不錯啊 他挺辛苦啦 包括跳蚤市場 所得跟民眾自發性的捐助 雖然經濟不景氣 不過民眾的反應 依然相當熱情 12年來大安區光明里 立場張慧全每一年過年之前 都會舉辦名為界外新歡的 跳蚤市場義賣 鼓勵民眾捐出不用物資 所得全部分享給社區 需要幫助的家庭 不帶響應環保 也讓社區的好處逼 過個溫暖好年 記者顧參永 蔡文貨島 站在住 我可以繼續帶點 佈人家的 雖然是 雖然是 外地 不可以 特別是 雖然是 問題是 不可能 在1200洋 想潔 有 雖然呢 與 雖然是 雖然是 雖然 雖然是 雖然現在 雖然是 欢迎回来凯布大台北树维新闻 想想樱花不用再往日本跑 2018热活夜阴季2月3号登场 将在内湖的热活公园樱花步道 规划灯光照明 营造夜阴在不同时间下的浪漫氛围 现场还有音乐陪伴民众赏音 夜晚的樱花树下浪漫氛围萦绕 男女主角互相倾土爱意 大北市公务局特别制作微电影 邀请民众参加2018热活夜阴季 共同感受幸福甜蜜滋味 最近很多人坐飞机坐很远到日本去看 日本都零下四度五度去看樱花 不用坐飞机坐那么远到台北市的东湖 乐活公园我们就有美丽的樱花可以看 位在内湖乐活公园一整排河堤边的樱花树 是由当地一群暗樱人士栽种多年的成果 包括寒樱 八重樱 吉野樱等将陆续绽放 今年还特别规划夜间灯光照明 让大家白天晚上都能来这里赏花 他们在那边种了大概有近百棵的寒樱 寒樱是所有樱花中最早开放的樱花 所以它就是这个时候就准备开放了 目前我们在乐活公园有派每天去看 现在已经开到四成了 所以我们开幕的时候应该是满开的状态 所以是最漂亮的时候来开幕 接下来就是在他们第二区 接下来他们种的主要是八重樱 八重樱就是接续寒樱之后开放的 然后再上游的话就是会有三樱花 还有昭和樱跟吉野樱 活动从2月3号起到3月11号 开幕式当天 现场还会用灯光投影 营造点点樱花如雪纷飞的魔幻景象 现在民众不用大老远跑去日本 只要来内湖乐活公园 就能欣赏樱花绽放的美丽景象 凯博大台北说的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导 19世纪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 擅长引女性和爱为主题 大多色彩鲜艳 其中一幅艾蒂儿肖像一号的画作 不仅被誉为金色蒙娜丽莎 市值更超过台币44亿 新美市政府特别和奥地利台北办事处合作 在市府一楼大厅 举办克林姆百年风华画展 让台湾的民众不用出国 也能够欣赏到大师的剧作 电影名画的控诉描述艺术大师克里姆的肖像画作 因为战争辗转成为奥地利政府国宝 画像主人的子女为了夺回家族资产 历经八年官司 最后不仅胜诉 还在2006年以1.35亿美金 相当于台币44亿的天价 卖给纽约博物馆 这幅名为爱蒂儿肖像一号的画作 被誉为是金色蒙娜丽莎 现在民众到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 就能近距离观赏 对于奥地利的杰出画家 在一个世纪以前创作的作品 用我们的观点来展现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交流 也对我们的孩子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19世纪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 绘画特色是色彩鲜艳 大多以爱汉女性为主题 去年9月奥地利台北办事处出界仿真画 到校园展览供复兴商工学生观摩 还选出58幅学生作品 共同在新北市政府举办的 克里姆百年风华画展中展出 我们挑高二的学生 全部把克里姆的作品 当作一种创作的启发 我们创作了600多件作品 我们挑了60件 今天在市政府的两侧大厅做展览 透过艺术交流 让学生有机会一堵大师俱作 开展当天市府还举办国际茶会 邀请欧洲和东南亚等超过10国的 驻台外交官一同感受奥地利文化 也看到台湾学生在艺术的无限创意 开报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参谎报导 台湾正是今天 我们来做会的年代日 这几天天气很冷 又是落后 去上车说 这周都是这种的天气 而且这周 又是有一部国家强的冷气团 所以保佑地区 有可能像春八九都 天气冷 大家都想美的家庭比较温暖 但这部人要是要出门去上班 当然如果上班的时候 较贬是 辛苦有在上班 可能就不怕冠 但有的人说是电脱病 我们就来看这句秀议 这句话是 吃饭吃到老冰 做书做到尾冰 吃饭吃到老冰 做书做到尾冰 做书就是做事 做到会怕冰 表示说都没在上班 如果吃饭吃到老冰 这种天这么冷 还会吃到老冰 实在也很厉害 不然是说这些人 很怕旁边在吃饭 很旁边是吃饭 不过做事情 所以没什么开车 意思就是说 这些人 都是要吃好做均衡 甚至是要吃不透坦 这就参加华益所说的 好吃懒做 稍微还有另外一句话说 吃饭用碗说 做书什么西方 也是同样的意思 都是在同口识 虽然办了一天就这句话 不可以太高兴 认真上班比较更实在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祝你们平安顺息 咱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